今天有榮幸可以到這邊跟他分享一下我們品牌轉換或再進行的計畫 首先非常謝謝工業局和台灣經濟的建議員這邊 還有我們的顧問公司博問博生的guidance下 那我們產出就非常有一個計畫 首先大家對於普生可能有些人有聽過 但是我們這邊很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從品牌的角度或是我們碰到什麼困難的情況下 照就我們現在針對COVID-19的情況下有非常好一些效果跟溝通 我們品牌一直以來其實過去36年來1980年創立之後 一直以來做一件事就是做研發 比較少跟對外溝通 所以我們的產品最主要是針對客製化 或是一些品牌或市場上的需求而去發展生產出來的 直到現在或直到COVID-19之前 我們也有少許很多人可以聽到我們的品牌 那當然一方面的原因也是因為我們是做試劑醫療方面的通路 所以比較封閉 造成我們現在的狀況 不過我們品牌上面呢碰到幾個狀況 除了剛才講過很多人沒有聽過以外 當然包括國內外 因為我們不只針對台灣 我們還有一些溝通上面包括文字上面 甚至於要解釋試劑是什麼意思 其實一直來都很大的問題 那透過這方面的我們所謂的顧問或training 給我們達成一些很好一些效果 那當然我們集團從1984年創立之後 陸續有開發一些不同的BU 一些消費性品牌 那也這是我們持續在耕耘的 我們就簡單講一下檢測 因為普森畢竟是1984年其實台灣政府創立的 最主要是做B型肝炎防治計畫裡面的試劑 那早期可能是觀念上面或是說一般人的認知被教育下來 其實檢測的角色顯現的並不是那麼的重要 不然就是覺得藥物其實是更能發揮 當一個病痛發生的時候能解決一切的事情 那經過這次COVID-19有發現的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還是需要檢測的 所以在這裡面檢測這個工具 醫生來講或是當一般消費者來講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認知 剛才提到普森是1984年創立 那我們就主要是銷售試劑到全球各地 比較封閉的通路 那目前台灣我們就是有兩個GMP廠 研發單位台灣跟美國 那我們這邊比較特殊的是 我們除了做研發 其實我們還有一些合作的 做服務的對象或通路 把我們產品用自己的通路銷售出去 那目前我們主要通路是在國內外 中東、歐洲、東南亞為主 我們主要三個BU 最主要為所謂的臨床檢測試劑 剛才提到的 或是叫IVD 最主要是研發一些 比較精準醫療方面的試劑 或是大家現在比較知道的一些COVID-19 或是用分診斷方式做出來 再來是服務的通路 我們有合作的檢驗所 在台灣、在美國 San Diego這邊 把我們產品銷售到那邊去 然後透過服務方式 讓消費者能得到一些更好的一些服務 再來是個比較 我們過去三、四年前比較吸引的一個產品 是藥物上面的開發 那這部分呢 除了過美國二期之外 我們還開發一些一般消費產品 這是我們每個BU或是Branding 一個公司 分別為普森 然後距離跟歐克維爾 試劑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主要是三台式的試劑 那些圖片可以分享一下 當然最新的試劑是用一管血 可以檢測癌細胞 那服務這邊 其實我們也陸續做了很多的 服務 除了大家熟悉的高階健檢以外 也是做一些比較特別的 那包括一些COVID-19 那作為這些服務點 都必須要資格一些認證 那剛才提到我們也有做所謂的 藥物的開發 美國臨床二期做 已經通過認證 在PE3抗菌生態 那一些多國認證 或是IP等等都有拿到 陸續在做所謂的 臨床三期規劃 那當然我們剛才有提到 一部分我們就開始 這麼好的東西 藥物還沒有開發 然後正之前我們怎麼來應用 我們就來開發一般消費產品 叫Oakware 這張圖是我們 顧問公司非常好 花了一點時間幫我們做出來的 這概念應該是說我們的品牌 是怎麼樣防程式展現出來 這邊有提到這個點是持公司品牌 那越做越好 但我們一直提升上去 那這協議率是我們公司的優勢 可是透過這次的品牌輔導裡面 我們其實陸續的意識到一件事情 其實所有的品牌 其實跟溝通非常非常大的關聯 那所有事情都是一個ING 就是持續的一個發展 所以有一些書本上面一些關聯 或是早期學到一些Marketing的概念 其實很多時候都被打破 那我們主要四個觀點 從過去我們討論到過去的跡象 到現在到未來 還有所謂的內部外部 再來是品牌上面整個規劃 其實優勢大概都提到 除了我們生產世紀 我們還有一些高規格的GMP廠等等 然後現在當然是比較盛行是 生產這個新冠線肺炎的試劑 那這邊值得一提的是 普生三十幾年來 耕耘了很久 馬鈍的最好就是做所謂的 從研發原料到生產到自己的通路 這個是我們走的比較久 也比較穩紮穩擋的 品牌這件事情其實 為什麼三十幾年來 這是做一個比較大規模的規劃 那這件事其實過去幾年來 一直以來都有在討論 那至於討論變成執行 其實還是需要一段時間 以免包括很多的所謂資源投入 包括一些董事長的理念那麼符合 所以透過這次我們做了一些改變 那這是我們的一些價值觀 成何自創 價值觀裡面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剛才提到 從產品開發到所謂的品牌化 從研究 怎麼到跟市場接軌 到一般消費者這邊 做所謂的預防疫學的概念 就是普生三十幾年 一步一步走的規劃 那創造 我們從以前一般的檢測 到所謂現在的精準醫療 對症下藥 而不是只是聽聽診 去開一般的藥物 我們開發出一些檢測 試劑讓消費者 讓醫生一個工具 去做正確的下藥 到所謂的預防醫學 到我們想跨入所謂的生活化醫療 要注意一些preventive 預防的概念跟產品 那這個概念其實就是很像 Vision就是說 非常有人工智慧的方式 非常精準的方式 幫我們達到這目的 那這是我們一個品牌的標語 Reveal better life 預見美好未來 那這個是品牌跟顧問溝通上面 一些想法 就是從品牌上面 怎麼到市場上面 到自己的優勢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這邊最主要就是 我們想要做一個守護 動作 這是非常重要 我們做檢測試劑 目的其實就是 做所謂預防醫學 不是說當有疾病的時候 才去做所謂的檢測 所以我們必須要守護大家 那當然因為這個東西 是有責任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擔當的 去做這件事情 那至於遠見 因為技術越來越蓬勃 越來越發展 包括消費者型態 各位當然有聽到 副主任有提到 這其實一直在變化 所以我們一直在做 做這方面的改良跟創新 那這終結就是這兩個 我們覺得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所有的 至少做完品牌之後 我們做 這兩句話 一定會跟所有的同事 會對外去講 就是我們的 Vision跟Mission 其實我們的Vision 其實就是很簡單 想成為一個世界級的 指標一個企業 或是公司 我們的Mission 其實就是想要跟檢驗出發 跟夥伴一起守護大家的健康 英文部分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比較Straight forward 這是我們一些舊的形象 跟顧問討論完之後 一些新的形象 當然 討論事情總是一些東西 產品必須要產現出來 所以我們從舊的這些 左邊看到圓圓的 其實董事長的想法 是非常有圓環的 什麼事情都是圓圓滿滿 到現在其實 一針見學 直接跟大家講說 我們就是GBC普森 這是我們一些logo 一些輔助色 包裝 設計 大家都可以做參考 大概提到 我們開始納入到 所謂一般消費者這邊的 一些產品 跟品牌的溝通 那也是一樣我們之前 一貫的作風 就從產品開發 怎麼到品牌化 怎麼到跟消費者溝通 那歐克威爾斯 我們剛才提到 在藥物下面 第一個 也自由品牌 做一些消費性的 一些抗菌的產品 那在做這些之前 其實做很多功課 必須做所謂的試調 然後跟消費者溝通 請第三方顧問公司 做一些Focus Group 看一些Richards Paper 其實Testbook上面看到 我們常常都有做 只不過我們更有心的 去做一些 開創新的一些不同手法 那我發現說 開發一個自由品牌 其實是還蠻 路程還蠻遙遠的 那這方面 要做很多很多功課 所以當我們 決定要做品牌 我們就下定決心 做這一系列的功課 這次我們持續做一些 Focus Group 然後後來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當三四年前 我們純粹賣產品的 角色情況下 開始帶入一些 一些豐富性故事性 可以跟消費者溝通的 故事情節 做一些溝通 那消費者呢 更能採用我們產品 那我們一部分產品 其實跟母嬰市場 比較有相關 最主要是嬰兒方面的一些產品 那這些產品 其實跟大家 常聽到的一些 生物性的口腔 包括漱口水啊 牙膏等等 單單賣產品 其實是意義不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就是探討這些問題 然後出來一個結果 我們就發現說 有一個類似IP 一個概念 英文叫gamification 一個遊戲性的方式 可能消費者 來做溝通到媽媽 跟小孩子做一些互動 然後把我們產品 更有效的去帶進去 那這是我們之前的一些slogan 比較廣一點 溫柔抗議專家 然後現在就比較針對的 剛才提到 我們現在開始focus 我們該做的市場 讓孩子開心見面好習慣 那這也是我們現在的目標 跟未來的目標 跟我們集團上面 剛剛第一張 第幾張秀 秀出來也是一樣 我們必須要守護 我們該守護的人 那這邊當然是 預防醫學概念 保護我們的未來主人 就是我們小孩子 那有效性的 但是在這情況下 又有很快的心情去做 這是一些我們做出來一些 IP的產品 就logo 新的logo 都要參考一下 當然這做行銷上面 不只是線上卸下 持續都全方面都開始做 那這是我們一個顧問公司 博生 跟他合作後 產出一系列的一些想法 跟執行面 那這邊其實 非常謝謝大家的時間 這邊想最後一題就是說 在這次的溝通裡面 其實我們收穫蠻多的 那也希望大家 如果有人做品牌的話 持續跟對外對內 不一定要斟酌哪一個點去做 以上 謝謝大家 好像有人有些問題 謝謝林總經理 線上有那個問題 可以請林總經理幫我們 及時解惑一下 好那這邊我看到一個問題 蠻多問題的 那有些時間關係 我先提一下 有個問題是說 普生在疫情中 面臨爆量的需求 又厭惡量已經很忙 又投入集團品牌和消費性品牌的再造 可否分享過程遇到主要的困難 以及處理的經驗心得 好這個問題很好 那我們 其實我們想法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做這個顧問或品牌轉型 並不是為了做而做 但是只要需要 就不管什麼情況下 我們持續都在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發現說 做怎麼做會達到最好的效果 就是當你在做你在正業的時候 舉個例子好了 做品牌的時候 我們講mission vision 當你在銷售產品 或是在內部溝通的時候 你能真正反映到這些的訊息 就透過實際的action 雖然發現最忙的時候 能展現出這個所謂的品牌轉換最有力的點 那就是去年持續在做的 可否遇到主要困難 困難就是ing 可能之前有錄三分鐘提到 持續要做持續溝通 沒有一個點 不管是現在未來 持續做持續創新 那經驗 經驗就是多溝通 就是內部外部 常常分享 常常聽客戶 常常聽朋友 partner一些想法 交換意見 那剛才有提到 碰到問題就想辦法解決 那跌倒就想辦法 再站起來 有一個比較我們常常講的就是 如果要失敗的話 我們想加速失敗 才能做一個新的一些改變 以上謝謝大家